屁屁雪花落入碗中淋上抹茶醬 加入绝饼 红豆馅 白鱼等配料 就是一碗日本传统鲍兵 日籍老板山本先生 在百年日式老宅卖着他的家乡味 抹茶与至今时 我们用京都的抹茶 自己做的鲍兵酱 山本先生与太太高真英 到台湾定居快十年 近年来也协助不少日本人来台创业 薪资不振和日元疲软 助长许多日本年轻人出走 到海外发展 而死板守旧的企业文化 也是原因之一 我觉得这个20年来讲 就有从日本来 在台湾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比较有机会吧 加上日本有很多程序要走 你可能要做一个事情 你要写企划案 你要写报告 你要往上乘 然后透过好多关卡 但是在海外不一样 大家能够配合 能够运作 厂商愿意帮忙 然后什么厂 大家都愿意帮忙 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就是在海外发展的机会 高真英进一步表示 日本人不太敢花钱的现象 这几年非常明显 加上消费税和30年前 比起来涨了三倍 更让他们吃不消 薪水不变 但是消费税一直在增加 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困苦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 可能国外的商品 国外的就是进口的东西 越来越充斥日本的市面 那可能大家会选便宜的 国外的东西 反而不用日本当地的东西 等等的 日币贬值让日本民众 荷包缩水 钱花的保守 反观海外旅客 受惠日元疲弱 展开暴富式消费 日元兑美元在5月底 扁破140日元大关 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低点 使外国旅客 由日本多年来最便宜的旅行 人数渐渐变多这是第一个 就是渐渐的大家观光客 比较愿意回流了 然后加上日本5月开始开放 所谓的不用三剂疫苗的令之后 我相信后面之后 大家意愿都会越来越高 那至于消费的部分的话来讲 药妆的部分 保健食品的部分 还有这个我们的伴手礼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消费的意愿都还蛮不错的 在疫情解封与日元贬值的助力下 吸引大批观望客到日本 带来惊人的消费力 不过当前高通膨高利率的环境 坚持走超宽松政策路线的日本央行 是否准备大动作干预会市 直田河南他在上任之前 那就是说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曾经表示过 在适当的时间点 他会调整黑田冬夜的 那就是说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但是从他4月份上任到现在 还是没有具体的行动 也让市场上有一点失望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直田河南做的那做法是正确的 欧美国家的终端零售需求 还是相当的脆弱 各国的制造业PMI 大概都在50融库线以下 若说现在贸然的做一些调整 很可能又让过去那黑田冬夜的 那就是说宽松货币政策 好不容易让日本经济 有所好转的成果 又瞬间化为乌有 所以说他会非常的谨慎 选择适当的时间再进行调整 在日元贬值助攻下 激励日经指数今年以来 急速飙升 日股表现亮眼 股神巴菲特在4月中旬 表明增加持股后 更让日本五大商社股价一路上扬 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积极向台积电 三星电子等7家半导体大厂招商 让日本有更完整的供应链 因为日本本来就是197年 日本是第一个半导体的大魔 后来是因为美国课程反轻效 所以它整个下来 但日本的重化工业 它的原材料 设备工业半导体设备工业都还在 所以只要有一些人去点火 比如说半导体像台积电 还是各国去投资 慢慢点火 它就可能慢慢再回来 因为日本是材料跟设备的大国 所以台积电去投资 也有究竟取得材料 取得一些承诺 所以有时长期来说 对台积电的客户也是有帮助的 随着企业投资增加 日本政府上修今年第一季GDP 年增率至2.7% 而过去流失的产业活力 制造业也逐渐回流 包括空调大厂大金 汽车大厂本田 电机制造商日历等等 都宣布把海外制造据点 大量移回日本 闷了30年正重拾活力 现在我们认为 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又要好转了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日元的大幅贬值 已经贬值到一个非常有感的程度 所以日本的制造业 它已经是很明显的复苏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的产业未来回流日本 又成为一个趋势 所以它会带动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所谓走出失落30年的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日元贬值 第二个是已经通货紧缩的状况 已经转而成为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 日元即变 原物料上涨及国际情势变化 也都是让日本企业转移生产据点 回到本国寻求资源的原因 不过企业必须面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去年日本出生数首度跌破80万人大关 为了抢救不断下探的出生率 日本政府从明年开始 每年编列三兆五千亿日元 投入儿童相关预算 因为少子化严重违及到 国家总体经济发展 日本从90年代就开始 在认真的思考少子化的现象 它所推出的很多的政策 从短期来看是目前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如果日本的少子化现象 无法解决的话 他们的国内消费市场 会持续的维持停滞 或者是萎缩下去 然后对占GDP最大比例的 国内市场消费来看的话 日本的经济数据 应该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日本经济泡沫后30年 人口变少又老化 制度僵化下带给经济体巨大的挑战 过去的半导体大国 想要重振雄风 死去失落标签 是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艰难考题 TVBS新闻 严认生李伟华 陈友祥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